大家好 2024年5月31日星期五 今晚想和大家一起谈一谈47人案 亦即是初选案的裁决 这宗案昨天作出了裁决 经过漫长时间 如果由拘捕开始计 拘捕、检控、审讯 到昨天裁决 已经是三年多的时间 单单是审讯 都审讯了118天 昨天有裁决 16个不认罪的被告 当中14个罪名成立 有两个是脱罪的 包括大律师刘伟聪 以及公民党前执委李宇迅 今晚和大家一起谈一谈 这个裁决 由于要谈的问题很多 因为判词很厚很长 加上我除了想谈判词之外 亦想和大家一起谈谈 裁决之后 后续会有什么发展 接着会发生什么事 有什么值得大家留意 所以预计这条片都会比较长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先讲判词 这宗案是三个国安法法官审的 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 他们昨天颁下了三百三十多页判词 判了哪个罪名成立 哪个不成立 这宗案 47人案 47个被告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是国安法的罪行 当中47人内有31位认罪 所以16个不认罪 昨天的裁决是针对这16个不认罪的被告 经过118日的审讯之后 作出判决 在厚厚的判词里面 如果粗略去分 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法官整体去说 究竟什么就叫犯了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就是你做了什么就中了 那你就犯罪 罪名成立 这部分呢 其实论述也很长的 讲了很多概念 但是这部分呢 我觉得相对来说 那个逻辑是 法官的逻辑是 看得明白的 无论你认同也好 不认同也好 他说了他的逻辑 你会明白他的逻辑是什么 但是呢 判词的第二部分 就是讲完中论之后 讲完整体论述之后 第二部分的判词 就是逐个逐个 16个不认罪的被告 那么法官就会讲他们 为什么他是 罪名成立 为什么他是罪名不成立 这部分呢 我觉得就是 有一件事很特别的 因为呢 看完这16个被告 对于他们 有罪无罪的论述之后 坦白说 我是很难呢 去掌握究竟 入罪与否的逻辑 你没有办法透过这些 即是法官对这16个人 说他有罪无罪 你理出一个逻辑 原来呢 做了什么 就是犯罪 没有做什么 就可以罪名 就是 不成立 那么我觉得 这里是比较难 去理到那个逻辑 那么当然 可能是我能力不足 但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难 理到那个 头水的原则 就是如何是入罪 如何是不入罪 那么我可以举个例子 给大家看看 那么先针对讲 两个脱罪的被告 刘伟冲和李宇迅 我们先读一下 立法庭为什么说他们 罪名不成立 好像刘伟冲那样 他的名字 是有在 《物乐无悔》的声明里面的 而根据判词 法官认为 《物乐无悔》的声明 是很重要的 是这个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 但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即使刘伟冲的名字 在《物乐无悔》的声明里面 即使刘伟冲的名字 在《物乐无悔》的声明里面 在竞选活动里面 也没有提到《物乐无悔》的声明 甚至没有提到要否决预算案 所以 所以 法官认为 是有理由怀疑 他用有理由怀疑 刘伟冲是否同意《物乐无悔》的声明 以及是否同意《物乐无悔》的声明 以及是否同意《无差别》 否决预算案 对于控方说 刘伟冲也不能提出一个可信的说法 但是法庭不同意 法庭认为 既然刘伟冲不知道 他的名字是由谁签署 所以 也不能解释自己的名字 为何会出现在声明 控方说 如果说 《物乐无悔》的声明 有刘伟冲的名字 如果不是刘伟冲自己签署 为何他当时不澄清呢 而法官也会信任 取信了刘伟冲的证供 刘伟冲当时的解释就是 如果他当时在选举期里 去澄清自己没有签署 现在是不知为何 名字落在这个声明上 他觉得是一个选举自杀 而法官是认同他这个说法 所以认为他当时不去澄清是合理的 这是针对刘伟冲为什么脱罪 法官在判辞的主要说法 同样李宇信 虽然李宇信所属的公民党 是有签署物乐无悔声明 但是法官就说 因为李宇信是教后时期 才成为公民党的候选人 即是教后时期才被公民党 举战去参选 所以其实不代表 当时公民党签署物乐无悔声明 李宇信是认同的 同样虽然是一个公民党的记者会 当时在记者会 党魁、杨岳桥 这些主要的党员 曾经去说 他们是无差别去否决预算案 同样那个记者会 虽然李宇信有出席 但是法官信 李宇信因为是一个 相对资历的党员 所以他去之前是不知道 那些 即是那些党的 领头人物 在记者会中说什么 也不代表他认同 这些代表在记者会中说的 所以他就觉得 李宇信 法庭官判了李宇信是无罪 我并不是质疑 他这个裁决 相反他这个裁决 某程度是符合以往 我们对法庭的理解 就是当他有疑点的时候 觉得是否真的认同 好像一边说你好像认同 但那边又好像说你不认同 当有疑点的时候 疑点归于被告 所以法官都说 他是怀疑 譬如他是怀疑 李宇信究竟是否真的支持 无差别否决预算案 他也没有说他一定不支持 他只是说他都怀疑 他有怀疑的时候 就疑点归于被告 所以这个 相对这件事 你是明白法官的判词 为何他有这个 有罪无罪的判决 但是我说奇怪的地方 如果你看另外一些 被告 法官去判他的时候 就好像不是 是用这个原则 例如 我举另外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林卓廷 一个就是长毛梁国雄 在林卓廷的判决里面 林卓廷在审讯的时候都很清楚 他在这么多个被告之中 几乎他是唯一 曾经在选举论坛里 在他的口中说 他是不认同 这个无差别否决预算案 他还说到 如果当年有预算案 如果预算案是派钱给市民 每人派三万元 他就一定去支持预算案 他是这样说过 出自他的口 但是法官在判 林卓廷有罪无罪的时候 当法官也很强调 无差别否决 财政预算案 在整个判词里面 法官觉得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整个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林卓廷口里面说过 他说他是不赞成这件事的 但是法官在判他有罪无罪 是完全没有去理会他曾经这样说过的 即是没有判的 相反 在对林卓廷的判决上 官是比较着重的 就是说 他曾经 警方在林卓廷家里去搜证的时候 当林卓廷被拘捕了之后 警方是在林卓廷家里 找到一些关于 所谓的论坛笔记 当中的论坛笔记 就是找了一些纸张 里面写了一些字 例如写了 胡志伟一再公开回应 说会积极运用 并且其实我立法会四年 没有赞成过财政预算案 之类之类 法庭就觉得 在林卓廷家里找到的指章 作为他论坛笔记 未必他在论坛里有说到 就是找到这些笔记的时候 法官就觉得这部分 已经足以去判定 其实他是准备在下届立法会 都是去否决财政预算案 参与了那个 无差别否决预算案 所以判他罪名成立 在他判他的时候 他又不会说 其实他在论坛里曾经这么说 那法官会不会有怀疑 于是疑点归于被告 在这里他又没有这样 他很绝对的 就已经认定他有罪 这个就是 针对 林卓廷的情况 另外针对 梁国雄那里 梁国雄是没有出席 选举协调会议 就由陈宝盈代为出席 那陈宝盈也是 社民连的代表 社民连的成员 现在是梁国雄太太 不过当时应该还没结婚 那陈宝盈代表梁国雄出席 这个选举协调会议 曾经 表示 社民连是反对 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 当时陈宝盈的说法就是 如果 预算案是支持全民退保 那社民连一定支持 不会反对的 但是法官就认为 看这件事的比重 就远低于另一件事 就是社民连曾经在2020年5月 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个标题就是 《争夺全面否决权持续不断抗暴政》 《社民连回应当前香港政治形势变化的决移民》 内容提到 《检视过去立场已定最新策略》 《与港人共同对抗中共暴政》 那这里 法官就认为 因为有这篇文章 就显示 陈宝盈当日说 社民连不支持 这个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的立场 已经改变了 而这些肯定 《长毛》是有参与的 所以《长毛》是罪名成立 他完全觉得是一个很决断的判决 他不会觉得有两件事表面矛盾 一个说明不支持 另一些好像是支持 他不会觉得是矛盾 不会觉得有疑点 而他已经作出了一个绝对的判决 所以我就说 如果你逐个逐个去看的时候 这些很难理出一个头水 所以我说在这个判决里面 我觉得这一点很特别 想跟大家讲一讲 但从整体来说 整个论述 判词分两部分 刚才说完第二部分 逐个逐个讲 但第一部分 讲整体 什么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那个论述 无论你认同还是否认同 它的逻辑相对 容易明白一点 在第一部分的裁决里面 其实整个判词 也可以说是整个判词 有一件事 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虽然戴耀廷 并不是16个不认罪的被告之一 戴耀廷47人案 戴耀廷是47人其中的一个 而且是第一被告 不过他选择了认罪 加上他一共31人 又认罪 有16个不认罪的被告 不包括戴耀廷 但是昨天的裁决 那份300多页的裁决 当中戴耀廷的名字 可能出现得比任何一位 那16个不认罪的被告都要多 那份判词是很多提及戴耀廷的 法官基本上的裁决是这样 认为戴耀廷是35家计划的大佬 和主要推手 首先提出立法会过半的扣赏 并且提倡运用否决权作为手段 迫使特首对五大诉求让步 如果不回应 特首就要辞职 但是法官就说五大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能 所以戴耀廷终极的目标 就是推翻延行政治制度 那这个就是法官认为的 就是撤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基础 而事实上 根据判词 其他部份已经说 很多戴耀廷的公开发言 都基于同谋者原则 作为指控了其他一些被告 认为为何他们入罪 加上戴耀廷说的东西 因为有同谋者原则 那 那当中 这单案就是说 这部分整体就是 究竟何谓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 串谋和何谓颠覆国家政权 在这里 法庭就有 几个很重要的观点 在这个判词里面 是说了的 那 首先就是 串谋 大家明白了 在判词里面 认为 本身 35家 参加初选 对法庭来说 已经是串谋 一个有协议存在 然后 颠覆国家政权罪 关键就是 以非法手段 指在颠覆国家政权 那究竟什么是非法手段呢 那这里 法庭就说了他的裁决 究竟 非法手段 是不是应该 局限在武力 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呢 因为 辩方 在审讯的过程 就很强调这点 觉得 所谓非法手段 应该是局限在 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 的 之上 不过 法官在判词就说 他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 法官就说 他说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相关的说明和决定等 非暴力行为 都可以令到国家受到破坏 所以 非法手段 就不限于这个范畴 即是非法手段 不是限于暴力 否则 法官认为 不合情理 不合逻辑 和有违立法目的 也同样 法官就说 这些非法行为 不限于刑事行为 即是非刑事 那些都可以是非法的 然后 法官又说 在判词中 他说 非法的元素 只涉及行为 不涉及意图 不认同辩方提出 被告可以基于对法律无知 即不知相关手法 是非法 而作为合理辩解 那为什么法官有这个说法呢 因为在审讯的过程中 很多辩方都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说 当他们去参与35家这个计划 去进行初选等等等等的时候 甚至推出无差别 去否决预算案这个做法的时候 他们都不认为 那个是犯罪 觉得是法律容许的 尤其是初选 以往也有进行过初选 初选就是想多拿一些议席 以往也有进行过 另外 譬如所谓 无差别否决预算案 很多被告人说 其实这个都是基本法去容许 基本法列出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 譬如说 多少人去反对 解散立法会 怎样怎样特首辞职 这些全部都是在基本法里的规定 所以被告人就会提出 这些不是犯法 是吧 我们都是在那个 宪制容许的范围之后去做的 这些是被方的抗辩 不过 在这个判词里面 法官是否定了这个说法的 因为简单来说 他说你不可以说不知者不罪 你不知道这是犯法 不是一个抗辩理由 重点就是 那些事情 对法官来说是犯法的 那为什么是犯法呢 法官就认为 不与区别否决财政预算案 迫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 是违反基本法有关立法会的职能 和议员宣誓 是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的条文 而议会的权力不是绝对的特权 癱瘓立法会运作 除了反中势力 还有外国和境外势力 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 去插手 倒乱 法官在这段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无差别去否决财政预算案 其实你就已经是违反了 基本法说议员的职能 因为议员应该逐个议案看 审慎地去决定 这个议案是支持还是反对 如果你无差别去否定 其实你就已经 几乎是类似熟职 你已经是违反了基本法 叫议员的职责 即是你不够尽忠职守 你已经违反了基本法 同样也是违反了议员 宣誓拥护基本法 和效忠特区的条文 所以他觉得你这样做 你就已经是违法 所以 这个已经入了非法行为 你就是用非法行为去颠覆国家政权 为什么颠覆国家政权 因为严重干扰 阻撓特区政权机关的依法履行职能 已经属颠覆了 即是说你无差别去否决预算案 令到立法会要解散 然后重选 然后再解散 令到特首要辞职 至今就是犯了个严重干扰 阻撓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这个已经是颠覆了 所以 他在总论上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昨天的裁决 当然大家很关注 而事实上那份判词 也是很重要 对香港很重要 脱罪的刘伟聪昨天离开法院的时候 大批记者追访他 他就跟记者说 焦点不应该放在他身上 大家应该多关注其他被告 刘伟聪还说 如果今天要有一个主角 主角应该是法官班下的判词 为什么刘伟聪说 因为那份判词 大家可以看到 法官是如何去理解国安法 看到法官的视野 逻辑和推论 我觉得他说得相当对焦 事实上 昨天有一幕 是很值得大家留意的 国安法总警司李桂华 即警方国安署总警司李桂华 昨天也有去法院 法庭作出裁决后 他在法院门口见记者 有一个简短的答问 在李桂华的开场白里面 当然他是欢迎的裁决 判词显示到罪行很严重 法官也很以正词嫌当头棒殼 所以他们很欢迎的裁决 但是在开场白里面 李桂华主动提了一个问题 提什么呢 他就说 为什么初选是犯法呢 李桂华就说 在2021年1月6日进行拘捕行动的时候 他记得很清楚 所以有备而来 日子都即刻说得出 他就说 在2021年1月6日进行拘捕行动的时候 各位记者 你们就问我 为什么初选会犯法 李桂华 然后就自问自答 其实初选是仿指 重点是 当时被告想藉着2020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 取得过半数议席 然后入到议会 无差别否决议案 解散重选再解散 然后要特首辞职 从而瘫痪政府 他说这个计划 严重干预阻撓政府 去依法施政 依法履行的职务 后者就在法庭的判词 就说这个就是坦汶政府 这个就是颠覆政府 那 我说 为什么我说 李桂华这个说法那么特别呢 因为正如他这么说 在2021年1月 这个拘捕行动开始的时候 其实这条问题是不停 记者每次见到李桂华 出来说47人案的时候 都会有记者问这条问题 为什么初选都会犯法呢 因为以往根据香港人的理解 初选没有理由犯法 是不是 所以每次都问他 但是过去三年多 李桂华面对这个问题 是从没有正面回答过的 是没有正面回答过 他从来没有说过 初选是仿子 所以 某程度 他现在好像就是告诉你 其实犯法的不是初选 是因为他们藉着初选去做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他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这个 是过去 三年多 他没有问到这个问题 他从没有这样说过 但他今天是主动提出来 主动去答 那代表是什么 为什么有这个分别呢 在我看来 就是判词出了 现在是有一个法律语言 给了一个法律论述出来 所有东西 就有法律的加持 所以李桂华讲这个问题 就可以大声地说 事实上他昨天就很大声地说 初选是个仿子 重点是什么什么 为什么犯罪是什么什么 这个是过去三年多 他没有去 他没有去这样说过 而法庭出了一个裁决 有了这个三百多亿的判词 他现在就有这样的论述出来 那 所以他不仅仅要欢迎的裁决 他可能是 借借法官的裁决 借借判词 给了一个 法律的论述出来 让他可以清楚地 大声地和大家说 那 其实这个说法 和几日前 邓炳祥针对六四 就是 那个拘捕 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拉了周恒彤 那个拘捕也有相似的地方 当时邓炳祥保安局局长 在回应传媒的提问的时候 传媒问是否因为六四 邓炳祥的口里面 没有说到六四这两个字 他只是说敏感日子 邓炳祥的说法也是说 重点不是那些敏感日子 而是那些人 借着敏感日子 去煽动 所以 两者 都很相似 如果你把他们拍在一起 即是说 可以 但免会有这样的疑问 是否有某些行为 某些行为 A做 就 不犯法 但是B做 就随时犯法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根据 初选事房子 重点不是那些敏感日子 李桂华和邓炳祥的说法 就是看你去 藉着这些事情 你背后 他说你去做什么 他说你是否要煽动 他说你是否想利用这些事情 去做其他事情 我觉得就好像有这样的图画 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 是否呢 如果我这个理解错 希望有关方面可以澄清一下 好了 说完判词 接着说后续有什么发展 现在裁定了16个不认罪的被告 即是作出了裁决 14个罪名成立两个脱罪 这件事当然是远远都未去到远 这条路还很长 首先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在6月25日 才会进行求情 现在14个罪名成立的被告 是被还压的 即使个别有人 彭出奇曾经申请保释 但也没有获批准 马上就已经还压了 等候6月25日的求情 6月25日求情之后 再等一段日子 不知道7月或8月 正式去判刑 这个判刑 不仅是14个罪名成立的被告 其实求情也不仅是14个罪名成立的被告 是包含较早前的31个认罪 所以前后有45人 在6月25日求情 然后判刑 根据国安法 这里有三级制 判刑 最严重的是10年以上 甚至是终身监禁 中间是3年至10年 然后是3年以下 究竟45个被告人 即31个认罪 加14个罪名成立的人 他们要判多久 就要稍后作出一个定夺 不过 现在那两个脱罪的 刘伟聪和李宇信 事件还未完 因为律政司已表明会上诉 而且 即使法庭今天 说他们是清白 或是无罪 不过 他们仍然受到相对严苛的 保释条件 例如 是要继续 次数少了 不过同样要去警署报导 而他们的女人证件 也同样被扣起 昨天也有记者去问 李桂华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刘伟聪和李宇信 其实法庭都判他们无罪 还要受到这些 保释条件的限制呢 李桂华就是说 都是依法办事 因为这件事是有法律的依据 怎样怎样 另外 其实同样 依法办事 以依法办事回应 还有一点 因为这件案 47人案 47个被告 但当日进行拘捕行动 是不仅判47人的 当时有50多人 但当中有8个被告 是没有检控到的 即是没有告到他们 不过这8个被告 其实由2021年1月的拘捕行动开始 都要定期去报导 以及旅游证件 都一直被收起 所以他们是不能离开香港的 那这8个人呢 就包括了 民主党的前立法会议员 陶锦生 康俊宇 另外呢 也是前立法会议员 李国伦 以及 护士训练学校前校长袁韦杰 护士协会前干事刘凯文 和严重弱智人士家长协会前主席李之荣 还有印度瑞社公安德里 和律师关上义 但对这8个人 现在命运如何呢 记者昨天也问到李桂华 李桂华就说 其实警方会继续去调查 如果事情有发展 不排除会去控告或者有其他行动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也不会 发还旅游证件给他们 即是他继续是 要受到这个 保释条件的限制 都有记者问 那这么长时间了 你又没有告 但已经三年多了 那是不是公平呢 同样呢 李桂华的答复也是 依法办事 因为他们是有法律的依据的 那他还说 事实上 在法例上 他不是自己警方说 他不发还旅游证件 或者要他们继续去报道 是要经过裁判官的批准 所以同样他就说 是依法办事的 所以 都是 有法律的依据 他很强调 这就是刚才我说 为什么他今天出来说 初选是仿指 那个判词 给了他那件事 就是 那个法律的加持 用法律议员 有一个法律的论述出来 所以在其他问题 他都很强调 那个依法办事 那 那 不过对这些被告人来说 就是 都 绝对 昨天只是一个 一个阶段 其实未来 无论 他无罪 有罪 甚至 只是曾经拘捕 而未被检控 那些 其实现在 这条路 前面 还是慢慢前路 暂时 都 没看到 究竟 终结 是会去到哪 那大家就继续留意 这件事的发展 那 去到 尾声的时候 我就想说一说 因为 昨天是有 14个 罪名成立的被告 那 刚才我们只是 经常提过 两个被脱罪的被告 刘伟聪 和李宇信 但是那14个 不认罪的 14个 本来不认罪的被告 但是 后来被裁定 罪名成立的被告 是 哪个呢 我在 这条片的尾声 就读一读 他们的名字 包括 包括 吴政亨 楊雪盈 鄭达雄 彭卓奇 王碧云 何启明 斯德来 林卓廷 梁国雄 陳志全 周家成 何桂南 柯耀林 和余慧明 那这个就是 昨天被判 罪名成立的 14个 不认罪的被告 那大家 记住他们的名字 那好 那今天在这里 和大家的 分享 聊到这里 这条片都相当长了 好 拜拜